專門小歐文 今天運行調查 有八十月上班所是開始關注看比賽 不過有六十歲的民眾人員 看歐文不應該落錢 如果歐文比賽也有帶動運動的風氣 上班所平均是由於三十一跟六月開始 每個月會花兩千八百多塊做運動 我們有九三七五 王杰林跟李永 出現歐文比賽 為臺灣得到金牌 回到臺灣收到民眾接著來歡迎 他們的銀行調查發現 我們再來有八十月上班 因為歐文比賽開始是看專部關心比賽 不過有六十歲的人認為不應該負負看專部 我覺得應該國家付錢吧 如果他要讓全民看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讓老百姓去付錢 使用者付費很合理 歐文是運動電腦的最高賽事 同時也是運動選手為國爭光 同時也是臺灣人可以一起凝聚團結力量的時刻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 或想要看國家選手的比賽還需要付費的話 他們是認為比較不合理的 因為各種體育比賽的既行 有更多人到達一運動行列 根據人民銀行的調查基礎 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三的上班族 每個白的固定運動三次 每一次運動五十分 統計最愛的運動行動 包括運動成本上就的蠻炮 還有重量訓練 和優雅 不辛苦猶用 另外騎腳踏車這都很一問 調查發現 這會有運動習慣的最班族 平均在三個一點六歲時 開始維持固定的運動習慣 每個月 願意花2,867塊來做運動 有五球到不辛苦猶用的教練是說 奧運開始後 保命的學生孩子有哪有增加 賽事過後當然大家都會有 想要運動的這個慾望 目前整體人數大約有增加 十到二十Percent 大概就有多到一到兩組的學生 又想要就是上育球課 教練我覺得最近育球很好 感覺是育球很好玩 所以我想要就是學習這項運動 營運又來運動風氣在流行 人的銀行高級 未來不然運動 或是健身頂貫的經濟會比較多 民眾願意花在運動的費用 如何增加 享受運動所大來的健康和快樂 記者綜合報道